记者严宏俊彰化报道,大业大学利用校内资源在与校外厂商合作节水,每年可以省下7340公顿的水,相当于节省水费10万元,今年再度获得经济部举办106年度齐心抗旱节水表扬,这已经是大业大学连续四年获得此殊荣。 大业大学总务长庄基仁说,目前主导校内节水工作的则指出,大业大学的水资源本来就不如平地学校充裕,再加上近年来学生人数增加,导致用水负担加重。 所幸学校善用节水科技与教育双管旗下策略,一方面持续实施节水教育,激发出全校师生的节水意识,再加上结合校内专业老师与总务处的技术投入,因此才能创造出亮眼的节水绩效。 他说,顶帆坡是国内水物金的生产重地,境内有许多业者研发出节水的水龙头,他们与业者结合,让他们以学校作为试验点成果斐然,两者双赢。 其次,大业大学所采行的多元化节水设施内容及具体绩效,他也举例说明,该校除了运用体育馆屋丁等地点大量收集雨水浇灌花木外,还兴建MBR生物薄膜污水处理厂,利用生物绿膜反应器处理污水成可占利用的中水, 另外还将地下永泉应用在园艺景观打造美观环保与永泉利用的绿色校园,结果使全校用水量逐年下降,目前全校时升每年约可节省自来水7340公顿,相当于节省水费新台币近10万元。